穿着蓝色鱼衣的机车骑士走进派出所 手上拿着一个黑色包包 说这个包包放在车上迟迟没有人带走 结果园警打开检查 发现里面竟然有金项链金牌金戒指 以及两本存折 让我们看一下当事的情形 各式各样的金饰摆在派出所的桌上 园警一个个拿出来之后 用手机拍照记录还登记 事后从存折的资料找到了当事人 是一名年约67岁的白系男子 对方接到警察电话还很讶异 远警随即问他是不是有东西掉了 白系男子就说最近在忙搬家 把家里的行李东西打包 搬到新的住处 正在纳闷到底掉了什么 远警告诉他是不是有包包遗忘在路边 他才想起确实有黄金不见了 赶紧跑去警局确认 当他到派出所检查的时候 索性是一个都没有短缺 这些黄金总重8两 市值大约是80万元 好在热心民众及时交到警局 失而复得实在太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上